現在我們來到的地方就是 西遊出張所 它可是見證安平延夜的 風華歲月唷 在這裡頭可以發現很多 充滿日式風味的裝飾品 還有一棵超大的祈福許願樹 都來到這了 當然不免俗地要來祈福一下 我相信這願望應該不難吧 不過如果不說這裡是台南 我還真的以為我現在在日本旅遊呢 其實我也有這種錯覺耶 那我們趕快去裡頭看看吧 哇塞 你們看 五顏六色的 好像在開那個美術班喔 真的耶 水彩 要畫畫 要畫畫 畫畫畫 沙畫 沙畫 像以前那種沙畫 不過這不是沙畫的 那是顏料 它是我們的鹽 366色深日彩鹽 這個是鹽耶 對 什麼可能會是鹽 你趕快騙吧 鹽都是白的啊 對啊 因為它就是我們根據日本 五型能量色彩 金木水火土的顏色 去調配出來 366色 自己的生日顏色的鹽喔 哇塞 是有自己的生日顏色 真的耶 鹽它本身具有趨吉避休 所以說你戴在身上 可以防小人 又可以避邪 這顏色是專屬於自己的幸運色 所以可以防小人避邪 又可以招好運喔 太好了 趕快去找我們自己了 走走走 我是二月 你是幾月 四月 我九月 你先 你先 我找到了 五月 我是綠色耶 好適合我 你的是什麼 我的是 特徵 我非常 唯獨 受歡迎的人 歡樂 歡樂 對話出資大樂 太棒 受歡迎的人 因為你是虛偽的人 所以你會很受歡迎 對 我應該是很虛偽 所以我很受歡迎 真的 對 歡迎要來旁邊 妳的是什麼 四月十一號 我的是好不適合我的粉紫色 妳是什麼歷練 百練 勞靠的工匠 工匠 什麼時候是工匠 這上輩子的意思嗎 對 然後妳是 努力加現實主義者 開朗 好準喔 還滿準的 因為妳很努力啊 對啊 我真的從小打工到現在 而且開朗 對 九月 好多顏色喔 這裡 九月 妳的不是在隔壁嗎 長 月 我都黃色的 妳這什麼意思啊 感覺到凡是認真的野心家 野心家來的 野心真的很重 真的 公正性 自我力量 自我犧牲 她有犧牲嗎 剛剛寫公正性的時候 我大笑說 畫好整的公主病 是公正性 有人看好像公主病 有沒有 我說畫也太整了 好啦 婷婷 我們就不要再取消妳了 大家來到這 除了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日彩顏外 也可以偷偷看自己的性愛對象 是什麼個性喔 不過我還發現更特別的東西喔 妳們趕快看 是洋蔥嗎 包子 這是桃子 妳知道這個 桃子 好可愛喔 這好像沒蒸過有點硬 很像泳澤的頭耶 泳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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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燒火了 怎麼變五顏六色 這很小麻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大哥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六色開運彩煙燒 就是裡面有包一顆蛋 然後我們用鹽去滴溫烘烤出來的一個形狀 像包子又像泳澤的頭 真的有蛋 真的沒有錯 所以它可以打開來吃囉 可以 而且它就是象徵可以敲開你的好運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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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再跟我開玩笑吧 我不是很相信喔 不然 你給我們體驗看看啊 謝謝 然後呢 就用我們的大錘子 大錘子 敲開 像運象徵可以開運 那這樣蛋不會碎到嗎 不會 一敲就是從旁邊敲防敲射擊這樣子 防敲射擊不是這樣蹦嗎 也是可以 但是你等一下會至少會剪掉 我覺得你的畫 畫就像畫 對 一起敲嗎 一起敲喔 好啊一二三 好酷喔 啊 給破甩了 你看我整個打開耶 我的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啊 啊 好漂亮喔 你看喔 我的蛋跑出來了 好可愛喔 可以直接剝開來嗎 可以啊 可以直接剝開 然後再沾我們的眼吃 就會有那個煙霧 我正在捏你 三次可以吃的 可以 而且這個 我的蛋變綠色的 好可愛喔 我的是橘蛋 是綠蛋 你是什麼 我藍蛋 藍蛋 小薰 你的蛋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不過這真的很酷耶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一敲開裡面就包著一顆雞蛋 不僅可以吃又好玩 觀眾朋友一定要來試試看喔 來到安平 你一定不能錯過就是安平老街 在人潮滿滿的熱鬧街道上 美食一定少不了 但我們卻發現一個 從來也沒看過的新玩意喔 喔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趕快去一探就進 阿貝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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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暑假啦 加點鑽啦 加點鑽啦 加點鑽 這個壞人比較得 阿貝這是什麼花糕耶 好硬喔 阿貝這個做壞掉了 好燙 這個很硬耶 好燙 真的好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糖做的 糖做的 這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可以吃 我一咬就化開了耶 你們看 整個化開 它好像我們吃的那種棉花糖 可是再粗一點的棉花糖 對 熱門的棉花糖 是脆脆的喔 好像泡芙喔 咬下去有口吃口吃的感覺 好好吃喔 它的黑糖很濃耶 好想做喔 阿貝 我們可以脆脆看嗎 可以教我們做嗎 阿貝 你知道脆脆的意思嗎 我們不是要脆你喔 我們只想要試試看 脆脆 掰掰 小薰 你講話要小心點 可別害我們被轟出去耶 阿貝說啊 這碰糖30年前可是非常熱門喔 小朋友最愛的點心就是它 只要用炭火慢慢的去熬煮糖水 就可以完成囉 雖然做法簡單 但現在已經很少看到這種 古早味的傳統點心了 如果來台南 你還在吃棺材板 蛋仔麵 那就燻掉了啦 燻 老街上這個古早味的碰糖 你一定要吃吃看才不會後悔喔 好好玩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對啊 你們這裡擠的水蟹 超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這時候我們的租金 就是哪裡的燈 往哪裡走 沒錯 停 原來啊 大家排隊就在買這個蜜餞 你不要以為這沒什麼喔 我不說你不知道啦 這家店可是經營超過一百三十年喔 裡頭有很多你沒看過的蜜餞喔 哇 好多梅子喔 但是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口味 你看你看 奇異果耶 你有吃過奇異果的蜜餞嗎 我要來吃吃看 一定很厲害 而且平常吃奇異果對身體很好 你看 一整個奇異果耶 好可愛喔 而且很有彈性感QQ的 好好吃喔 有奇異果的味道 可是就沒有那麼酸 而且甜甜的 我找那兩個傻丫頭來吃 小鮮丫頭 這裡還可以來 你們看是奇異果耶 你在吃奇異果喔 它明明是我現在發現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都奇異果耶 蜜餞 蜜餞 我可以試吃 你這個蜜餞 你看吃吃看 好特別喔 而且你咬下去還是有 奇異果那顆粒有沒有 唇彈那顆粒 所以感覺很像吃水果 你看這麼多蜜餞 它有奇異果的口味 所以年輕人就特別喜歡 來這邊挑一些奇奇怪怪的蜜餞 而且你看還有鳳梨乾 鳳梨乾吃吃吃看 我拿不到 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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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好吃吧 還OK 很甜耶 而且它上面好像有梅子粉 所以吃起來像那個 鳳梨三梅子粉的感覺 牌子老 品質好又創新 難怪這家店 這麼受到年輕人歡迎 老闆用料實在 加上多年的醃漬工夫 這種好東西 不多帶一點回家怎麼行呢 來來來 大家來到這裡 不用客氣喔 盡量搬就對囉 你們看你們看 這裡怎麼有這麼大隻蝦子啊 以我的聰明才智能 這隻蝦一定是因為老闆很蝦 所以才會放在這兒 怎麼可能 差一點都不蝦耶 請問你是 我是這家店的老闆啊 老蝦 老闆那這個蝦子 這要幹嘛啊 這隻蝦子專門吃銅板的 這是全世界第一家 蝦餅自動販賣機 這個要兩個喔 好 那我投了 要兩個喔 然後咧 好 等一下 蓋子來 蓋子拿著來 會爆炸嗎 好燙 好燙耶 好像腦喔 好燙喔 快點幫我家 今天好像腦 冷腦 太酷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有看過愛心的蝦餅嗎 這是蝦米做出來的蝦餅 好蝦喔 要放涼再吃 所以它會有一點黏牙 這種非油炸的蝦餅 老闆可是花了不少功夫 才研發出來喔 而且用料也是相當誠實 全部都用新鮮的蝦子做成的唷 好燙啊 早 OH